蓝色大海 蕴藏着种种危机 海洋生物在这么险峻的环境里得以生存 是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结果 它们可以等待主动出击 让自己隐身在环境中 窄框多吉牛尾鱼 还有豹文瓶 豹踏 它们和海底几乎融为一起 窄框多吉牛尾鱼会把它的身体 埋在沙泥底里面 然后只露出头部 这样来讲的话 它不仅可以躲避敌人 也可以守住待兔等待食物上门 像豹文瓶跟豹踏这一类比目鱼 它们的身体跟环境里面的颜色 其实非常相近的 所以它们也可以就在原地等待 然后等食物上门 它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吃掉 夹在石头间的石狗弓 让经过的鱼类 误认它就是没有生命的石头 大肆悠游其中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石狗弓在西太平洋 它是因为被石斑鱼所打败 以至于它们要躲在石头缝里面 那在东太平洋的话 它们演化的方式是不一样 所以它们长得就不太一样 躲藏是拟太行为中最基本的招式 躲不了的就利用自己身体的构造 变成海底的隐形生物 有一些比木鱼的鱿鱼呢 它是很透明的 那它们在海的表面游泳的时候呢 其实是完全透明 然后是看不到的 那夏针的话呢 它一般是在海的表面 在海的表面游泳 那它的背部是黑色的 那它的腹部是银白色的 所以不管从上面 或者从下面往上看 它们都会隐身在大海里面 宽在下午呢 它们身体是呈透明状的 所以不管它们栖息在哪一个地方呢 它们都会融入背景里面 所以也不会被看到 还有一种引擎方式 算是高招中的高招 已经是彻底的 像是从附着物生长出来一样 细纹地道鱼呢 它身上有很多极刺 那这些极刺呢 会让它们看起来 就像海白河的触手一样 所以它们可以隐身在海白河的周边 然后别人会看不到它们呢 红彩红鸟的鱿鱼呢 它比较像是藻类的碎片 所以当它随波逐流的时候呢 看起来就完全像是藻类的碎片一样 是不容易被观察到的 豆丁还蛮非常的小 那它身上有一些颗粒状的骨板 那这些骨板就跟它们所附着的 那个海山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从表面看起来是 它们就融入在海山里面 不过最厉害的拟太行为 就是完全把自己演化成另一种生物 让掠食者避之唯恐不及 玫瑰七夕鱼呢 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很快的会转动身体 然后露出它尾柄上面的眼斑 那这样看起来呢 就像凶猛的那个白河罗凶唇 让它的敌人望之却步 朱剑花蛇曼它身体是黑白相间的 那看起来就跟海蛇一模一样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很多生物很多敌人呢 看到它们的时候呢 它们就不会想要主动过来吃它们